梁俊豪现在的状态在未来有可能才会黄志勇 你相信吗 世界排名赛本周上次第36位的梁俊豪 在新加坡公开赛 赤圈以21比14 10比21 21比8 首次战胜世界排名第7位的两届未农冠军安东尼 同时终结对根顶的二连败 七号总之根顶是在大马头号南旦李子佳 因为腿经上次推赛下 不战而胜晋体赤圈的 新加坡可以说是安东尼的腹地 安东尼在2022年和2023年夺冠 但他在本场比赛在第三局崩盘只得到8分 最终在今年只能止步16强 大马国家宇宙队的南丹梁俊豪直言 这是他首次征战超级750赛 也是职业生涯的辛亥石 他放眼能在今年内提升世界前25名 他还在新加坡公开赛首圈 以21比13 21比16 战胜世界排名第28位的日本第4南丹 长山甘太 拿下双方首次交锋的胜利 而梁俊豪在此一开启进攻模式 克服新加坡广场的风向难题 成功以令人幸福的表现击败日本好手 第4出战超级750赛级别赛事的梁俊豪 拿下首圈胜利后表示 他在比赛中选择不起高球 并在有机会时向选手施加压力发起进攻 新加坡球馆内风向很大 而且750赛的对手全部都是优秀的球员 他们的技球质量都很好 所以我决定减少多拍来回 我发现这样的大发我的表现也很好 我的职业生涯经历了很多起起落落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希望可以赢得更多比赛并表现得更加稳定 我的目标是取得一些出色的成绩 应力震在今年年底前进入世界排名前25名 银俊豪目前的世界排名基本能晋级超级500赛的正赛 如果他在接下来的几项赛事都能表现出色 能够骑升前32名的话 这样他就不用担心顶级赛事参加资格的问题了 更不必在赛事中重入选赛打起成都汤杯赛后的几周公开赛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梁俊豪的战绩有明显的进步 也一直在赢比自己世界排名高的选手 预算输也只是输给总值球员 尤其是两周前的泰国公开赛 脚量就以一分之差差点就赢给了竹马世界冠军Kun Lavut 所以说梁俊豪确实能算得上是未来马来西亚有潜力 赢下大赛奖牌的球员 看到这里朋友 你们有没有以梁俊豪这样的打法 能在今年走到世界排名第几呢 他又有机会超越自己的师弟黄志勇吗 欢迎大家在下方分享自己的意见 如果您喜欢这个影片免费按赞订阅教授的频道 这样就会做最新的语谈世界新闻 我是东东 我们下次见